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瑜伽手印就不得不说一下契合法 契合法一词源自词根开心 以为乐 它为神带来愉悦并使心意消解 契合法一词也表示印 在此意义上它被用于密教背景中 因为手势或哈达瑜伽中的体位封印了身体 从而带来愉悦 它们是控制体内能量的方法 它们也是精神状态的象征表达 即使对身体能量稍微有点敏感的人 也能轻易证实 交叠双手可以产生一种情绪的变化 我们觉得精神上更加镇定 只需一点经验 便可清楚地识别与契合法有关的各种精神状态 在瑜伽习练过程中 手印能帮助我们增强注意力 把手印加在体位中 起到引导能量流通的作用 利于联系修行 下面小万为大家介绍一下 瑜伽冥想中最常见的八大手印 以及它们的不同功效 印器是一种形式 记号 信念 波动 力量 手印代表心灵的体位和姿态 也叫手指契合法 契合法练习者感应到体内 微妙的生命能量之流 最后获得能量并有意识的控制 许多契合法由收束法和调息束组成 它们是非常强有力的组合 对心灵追求者是有价值的助手 能使头脑集中于一点 瑜伽契合法作用 一 有助于净化心灵 二 消除负面业力的效果 具有增长服液 正气 正能量的作用 三 开启身心智能 四 让人体释放负面情绪 调理恢复好心态 五 激发人体激素和耳蒙 促使人们心情愉悦 远离痛苦抑郁等精神疾患 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首应练习需要在生活中进行 就是这样一种起点活动 它很微小 几乎看不到改变 但是一旦越过起点 它对生命的改变就是巨大的 当然 首应练习需要我们付出一点恒心和毅力 特别是当我们还无法感受能量的时候 需要靠着信念前行 练瑜伽 我们经常会看到瑜伽老师以及瑜伽人之间 常常会用一些首应进行交流问好和练习 瑜伽课堂上老师的引导词中 也会比较高频次地出现智慧首应 双手合十等首应 我们通常会跟着老师的引导词去做 但却很少去关注为什么要用这些首应 以及它们的功效是什么 事实上 不同的首应不仅代表着不同的能量 影响着体式练习的效果 以及身心灵健康和提升 瑜伽首应又称为印器 指瑜伽行者在修炼时 双手与手指所组成的各种不同的姿势 它是瑜伽的另一种语言和组成部分 在瑜伽练习中 个人需要专注于体内及周围的能量 从而平衡身体的五大元素 在瑜伽中 五根手指代表着身体的五大元素 地 水 火 风 空 五大元素平衡可以使我们的免疫力 以及抵抗疾病的能力更强 更适应生存 而十根手指相互之间 又组成了多种不同的首应 每一个手指都有象征意义 母指代表无处不在的至高神意 自我意识 十指代表个体的心灵 智慧智能 中指代表纯洁 智慧和平等挑战压力 无名指代表活力 运动 激情等生命力 小指代表惰性 蓝散 黑暗等 交流联系和沟通 瑜伽冥想八大首印解析 01 核实首印 双手掌合拢 在胸前合十指尖朝上 在瑜伽练习的开始和结束时 要持这个首印 以化解自我中心 在练习拜日试时 以这个首印开始 是所有首印中用的最广泛的一个首印 功效 合十首印产生一种谦卑的心态 让我们学会接纳他人 人的身体是右阴左阳 双手合十 掌心相对 可使阴阳结合 创造一种我们内在的平衡 02 智慧首印 大拇指和食指相触 其余三手指放松 双手垂于膝盖上 掌心朝上 功效 增长知识 改善记忆 提升专注力 帮助放松和冥想 缓解压力和焦虑 让你在生活中更加专注和平衡 此首印代表 把自身能量和大宇宙的能量 融合在一起 可以让人很快进入平静的状态 提升静坐和冥想的质量 03 空手印 大拇指与中指相触 其余手指舒服伸展 功效 它有助于减少人体的空间元素 减少杂念 使内心宽舒清静 善意 平等 慈悲 可以增强骨骼 改善听力 缓解耳朵疼痛 耳鸣等情况 还可以帮助减少眼睛流泪 减少嗓子问题和与心脏有关的疾病 此外 它还可以增强你的牙龈和治愈甲状腺感染 最后 它还有助于打开心轮 并有助于冥想 04 地手印 大拇指和无名指相触 其余手指舒服自然平伸 功效 对整体的身体健康非常有效 能有效刺激体能 对皮肤和发质都有很好的调整和改善作用 改善血液循环提升新陈代谢 减少掉发 减少溃疡和上火 帮助减肥 强壮你的皮肤 软骨 肌肉 骨头等 05 水手印 大拇指与小指相触 其余手指自然舒服平伸 功效 这个手印帮助平衡体内的水分 对皮肤有益 有助于减少皮肤干燥 让血液更加流动 皮肤更加有光泽和平滑 还有助于治愈多种皮肤疾病 通常这种手印会使人头脑清晰 并激发你流畅的交流 06 力量手印 大拇指 中指和无名指相触 其他手指平伸 功效 有助于消化系统排出体内毒素和废物 消除便秘 帮助肝脏良好的运行 减少失眠和打嗝的情况 长期练习可调整大脑平衡 让我们变得更有耐心 更平和并且充满自信心 07 生命手印 将大拇指 无名指 小指交接 其他两手自然平伸 这个手印象征着生命或能量的精神 并提供健康和能量 功效 改善免疫系统 让身体焕然一新 平衡身体能量 增加生命力 让眼睛更加专注有神和清澈 提升专注力改善睡眠 对肺部有益处 增加耐力 活力 力量 08 专注手印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双手掌心向上 相叠成腕状 两拇指相扣 功效 此印就是帮助我们 吸修静定禅物的首选手印 给人带来身心的平静 有助于进入冥想和三摩地境地 以上就是瑜伽中常见的八大手印了 你学会了吗 大家可以根据不同手印的不同功效 选择适合自己的练习手印 更好地提高练习效果和感受哦 物欲横流的社会 人们快节奏的生活 让自己每天都是烟雾迷蒙的状态 人做事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心境 一颗被日复一日重复麻木的心 便会失去活力 失去自我 还好有瑜伽健康的安定计 瑜伽不是一种普通运动 瑜伽是一种修行 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人生态度 瑜伽虽百利无一害 但是练习瑜伽也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 瑜伽学习应该去专业瑜伽馆 接受专业老师的指导训练 如果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 最好不要自练瑜伽 以免因动作不当而受伤 二 有高血压 颈椎 腰椎疾病 或者近期做过手术的人士 在做瑜伽动作时 不要用力过猛 要随时听老师的语言引导 及练习时老师提出的注意点 三 练瑜伽前要先做好 韧带活动练习 还要注意自己身体的承受力 不要练习超过自己极限的 难度体式 不要攀比 只关注自己 瑜伽追求的是一种平衡之美 伴着缓慢轻忧的乐曲 饱满的呼吸 放松身心 筋骨的拉伸 再加以体式的练习 让内心的压力释放于自然之中 和小万一起用更加平和的态度 面对自己 面对生活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